是我的 何人敢大闹生子门 本君乃北齐小组青池 是紫月妖君的座下客亲 奉妖君之令 来到这三重天商讨要事 还不速速带本君入城 什么北齐南齐 本君从未听过 少在这招幽撞骗 两个不开眼的东西 就算你们不认得我 也不会不认得 紫月妖君的信物吧 真是妖君的信物 还不速速带本君入城 若是耽误了神君的钥匙 小心你们的脑袋 我瞧着姑娘萧正的紧 怕不是说谎 要不 咱让她进去 算你们事相 若是日后有机会 我定会向神君 多为你们美颜几句 且慢 本君守妖皇令 束手第三重天 来历不明之人 不入生死门挑战 谁都不能进 职责所在 得罪了 慢着 既都是为了神君办事 那我们 不必伤了和气 今日不做生死之战 谁先出了擂台 谁便输了 好 那我就一人 再让你一只手 你这单手出战 也照样能赢你 老黑 没事 你这单手出战 推身 你 你输了 你耍赖 输了便是输了 好了 本军赢了 不投你们玩了 你 在我生死门前比武 乃是我妖族至高之战 你竟使用如此卑劣手段 简直是厚颜无耻 什么是卑劣 明明是他自己轻敌 本军是光明正大的 将他打出去的 强词多利 在我妖族 向来只论实力 从不论规矩 像你这等萧小 休想进入我第三冲天 你得以为他 你得以为他 我只能赴 你得以为他 殿下不必紧张 定是有人在闯生死关 阁下是谁 竟敢坏我生死关的规矩 闯关者 进不上去 若让他白沙 你想怎么进去 你小子倒是张狂得很 刚才你不是说过 妖界只讲实力 不讲规矩吗 既然如此 本军被破了你这儿的规矩 这剑气霸道十足 完全不在我之下 可却从未听说过妖族有此任务 看来妖族的实力 比我想象中更强大 父神说得对 若要开启神剑 绝不能与妖族交合 请 竟然斩断了本军的紫火 我倒要看看你试试 是你吗 你真的回来了吗 我看这三重天内 你们还有谁不服 秦牧身上 怎么会有一丝妖力 白群 上军妖力之上 乃在下平生谨剑 阁下请 走 殿下 你还有没有点眼力 没看见我正在修炼吗 殿下 天宫二皇子警戒就见 怎么 天宫的二皇子来了 我就要立刻见他 仙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先亮他一点 明日在夜 下去 是 森羽殿下如此暴躁 想必 是在处理一件棋手的私事 既然如此 我明日再来拜访 听闻这第三重天夜间 很是恶闹 我想去逛逛 不知可否 自然可以 点下情编 那就是玄境宫 紫月药军就住在里面 这里守卫森严 硬床肯定是不行 终于不蛮干了 我何时蛮干过 上军不仅意气用事 记性还不好 昨日 你可是刚同人打过架 每次我路见不平 警戒都会夸我极恶如仇 怎么到你嘴里变味了 那就劳烦北海上军 动动脑子 想个万全之策 或许我们可以乔装成 侍卫混进去 玄境宫的守卫都出自异营 你觉得不认识彼此的几率 能有多大呢 是啊 是我前却考虑了 你还是蛮干吧 阿七 阿七 二殿下有何吩咐 阿七 这令牌 你收回去吧 长青既已归还了三军令牌 便是要请辞而去 从此以后 玄境宫之事皆与我无关 二殿下身份尊贵 难道要强逼我留下不成 你名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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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出来了 我不是说了吗 你神魂不稳 受了风寒怎么办 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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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好吗 这是 孙玉殿下 那是 妖族的规矩 以实力为尊 既然二殿下执意不放我走 那就动手吧 若我赢了 从此玄境宫中 再无任何人能够决定我的去留 阿七 阿七 是胡族的少主 常庆 他们两个本是一对妖女 千年前 就已经护许终身 定下婚约 那他们二人为何还要打架 这还与 以前的仙妖大战有关 当年森宇受了很重的伤 被一只小狐所救 这小妖 把自己的本源妖丹 奉给了她 从此便不能化成人形 森宇便把她带回了玄境宫 留在身边照料 并许诺 护她一生 子女乃胡族的少主 心性刚烈 又怎么会受得住此等侮辱 一怒之下 便断了两个人的婚约 一心只想离开这第三重天 回到胡族 原居原散本是寻常 又何必如此纠缠 北海上君此话 略显虚伪啊 森宇是男子 这天下的男子 哪个不想坐享其人之福的 在你面前的这位男子就不想 就算了 我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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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